传承冬至传统文化 草屯赋料社区举办戳汤圆活动 邀请社区长辈们一起同乐 大家动手做 再共同品尝手做Q软的热汤圆 不仅能够借此训练长辈的手指 提前感受过节的气氛 平安长一睡 都给我们的长辈 大家一起来拆 我们弄了三斗米的营养 还有酱乳 来给我们这些的长辈 大家一起来享用 希望他们能够 就像营养一样 人人满满 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冬至来临早期家家户户 都会戳汤圆 祭拜神敏及祖先 尤其对长辈而言 戳汤圆更是早期大家共同的回忆 藉由活动能够让长辈 从温而十记忆 也能与其他长者互相交流 联络感情 在古早的时候 当这条狗 咤咤咤咤咤咤 都会随着 不仅是祭拜祖先 乡都是家庭 可以加菜联名 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年輕人都出界 都留我们的中生死 就能在家里而已 所以我们社区 线远唐小芬表示 手工制作的汤圆特别好吃 冬至池汤圆也意味着过完一年又增长了一岁 藉由活动也要让社群民众了解冬至习俗的真正意义 我们李市长也非常的用心 利用冬至之前 也让我们的长辈亲手来戳 吃的冬至远除了过一个暖暖的冬天之外 也让我们长辈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再回到我们之前早期的一个农村社会 也希望说我们这些长辈虽然吃的汤圆又长了一岁 但是岁岁平安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张理市长 对我们社区的一个用心 长辈们和立把面团戳成红白相间的小汤圆 不一会功夫汤圆就都戳好了 社区发展协会这次同样提供丰富的食材 咸甜汤原应有尽有 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开心 记者红一轮小臀采访报道